嗨 大家好 我是Kim 今天呢 看到我們擺在桌上這麼多 香檳的瓶蓋 欸 其實這個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好嗎 這是為了拍影片才稍微 嗯 選出幾個 OK啦 還可以啦 跟大家稍微炫耀一下的 香檳瓶蓋給大家欣賞一下 所以呢 這是我們的事就是 Alex 今天做法其實 稍微看一下床邊那邊還有 還有 還有開品氣喔 對 還有開頻道的收藏 其實我收集香檳的蓋子也非常久了 那今天就帶來一些跟大家分享 這種大品牌的香檳 因為他們其實算是賺比較多錢的 所以老實講 所以比較有錢就是搞這些設計的部分 對 他們會買葡萄來做酒 不過這些比較有錢的香檳廠 他們的香檳的蓋子 常常會凸顯他們的特色 除了LOGO之外 偶爾會改款 所以像這個是 有什麼特別的紀念意義嗎 因為紅橙黃綠什麼顏色都有 是 這個是Tedinger的香檳 這個比較老 這是我出生年 這是1973年 73年 Tedinger Tedinger的香檳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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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很緊張 然後這幾個都是比較老的款式 你可以看那個字體 後來這些有的顏色就代表不同 譬如說粉紅 粉紅香檳 Roset 或者是像Femi Sec 或是Blond de Blondes 都是會有不同顏色 或年份之類的 這裡面 我猜一下 最貴的應該是這個Salon吧 對 這裡面 Salon系列 比較貴的是Salon 那比較特別的是Salon 號稱只做白中白 而且只在好年份才會推出香檳 那其他他們認為 OK 普通表現沒有那麼好的葡萄的年份 他們就會把葡萄汁讓姊妹藏 叫德拉夢 就是這個 德拉夢 去做香檳 所以他們的香檳的蓋子 會有年份在上面 對 可是最老的 這支是1982 82 8285 這支這個上面就沒有年份 非常老的 真的 那Salon大貨之後很貴 可是現在市價大概是 好像2萬多塊 2萬多塊 一瓶 對 一瓶750ml 對 一口 那另外比較有趣的是那個 HoHoJ的Sir Winston Churchill 這也是他們的頂級款的香檳 那他們為了紀念英國首相丘吉爾 這一款它是鏡像 就是 太可愛了 臉朝左右邊不一樣 對 這個蠻稀有的 其實這個我好像有兩個 我現在是送給你一個 哇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受傷 只是我的受傷真的是 拿出來就是小物件大物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對 所以我在就是法國的舊市場 有時候也會煩這些 這些香檳 兵蓋 我知道他們其實都有在賣錢 是 便宜的可能一個是一塊錢 甚至更貴 我相信也都有 嗯 有啊 其實這個在網路上面 Ebay好像也真的有人在賣 有 尤其是 空瓶子也有人在賣 有一點點 些微 差距的 比如說硬 然後硬的雙層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那種 那個就比較稀有 對 那同樣老香檳 像那個 RM香檳的 Jackson 這什麼年 Jackson 他們也是每一個年份 其實從不同的編號開始 其實像我其他人 我收集的同樣 這個是年份 對 不同的年 它一個號碼就差 等於是差一個年份 6 7 8 那老的也是沒有年份 老的是長這樣 嗯 那同樣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某A的超老的 可是都看不出 完全是面目全非 對 這個已經生鏽到不行了 這其實是一支某A5年份的粉紅 是Megnan的 我記得它是Megnan的 什麼年份啊 應該是19 可能也是七幾年的年份 這個是那個菲利寶囊 他們也是有改過款 這個是基本款 這個是他們的單一元 嗯 Claudeau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 所以 那個年很可愛 這個很可愛 這個是巴黎一家很有名的餐廳 叫美心餐廳 Maxime Maxime 它好像是一個故事 因為你看這個人 他應該是四九十五的餐廳經理 他出現了幾次 然後這個 應該可以把它連連看變成一個故事 太可愛了吧 非常好玩 因為沒有全部 所以上面沒有帶來 帶來可能太多了 就是桌子也塞不下 是 對 所以這裡面的香檳瓶蓋 裡面有沒有哪一個 是你最有印象深刻的呢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其實有兩個 不是 倒不是 這個就是我剛剛有聊到的 Tattinger的1973年 那這個是客人特別帶來請我喝的 因為1973是我出生年份 客人特別帶來給你喝 是 所以其實他的品質我也還留著 對 請大家先不要把焦點放在我的出生年上面 那這個當然就是很感動 非常非常感動 是1947年的 它長得也跟一般的不一樣 對 客人帶給你喝的嗎 對 這也是客人帶來的 因為我們的酒單沒有這麼老的香檳 哇 這一個香檳非常的特別 是因為我覺得其實它還活著 它沒有保存不大 1947 你是哪一年喝的啊 應該是2010年的時候喝的 我從來沒有喝過年份這麼老的香檳 對 而且我覺得它其實保存還可以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它的味道是什麼樣子啊 它還有氣泡嗎 已經沒有氣泡了 而且氧化味很重 它喝起來就是 很像 有點像酸梅湯 酸梅湯 對 顏色很深 顏色已經是琥珀色 可是它沒有就是所謂的死掉了 或是掛掉了 或者是香氣都在別化 或是很混 我覺得它有點就是很像是老白酒 就是果香還留著 對 果香還留著 那已經沒有花香了 就是香氣都已經是二三幾個香氣了 就是有點到堅果 對 蜈蜜 蜈蜜也已經沒有了 其實就是Dry Food 或者是像蒜梅 是有一些果香 酸度架構也還在 那因為溫度控制的還可以就是 大概是幾度啊 這幾度啊 好 老年份的香檳 我們用白酒杯喝 就不需要用Fruit杯來喝 因為沒有氣泡了 然後本來是希望能夠捕捉它的香氣 因為老年份的酒 不管是不是香檳 香氣跑掉的都很開心 不會 好 那最後印象深刻的也還可以再提一下 這個 是不是太多又講了 這支是1972年出紮 而且它是Demisac的香檳 這個是一般我們看到的那個 剪刮褲香檳 對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那個設計 跟其它之後的 完全不一樣 就不一樣 很老派耶 是所以老香檳真的很好玩 看到這個Size 就算沒有開始蒐集 可能也會覺得不一樣 然後想把它留著 嗯 這類的 是 好 所以香檳的香檳蓋子 目前就介紹到這邊 應該不太有人 能夠比較有 PK嗎? 我不敢這樣講 台灣有人可以誰跟他PK 站出來下面留言跟我講 我是覺得 香檳蓋是因為只有香檳 或是氣泡酒 在這上面有這個構造 對於這個來說 能夠有氣泡的保存下來 當然是非常 非常有意義的 難得 對 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